学佛靠勇气 心中有三宝 要懂得以平常心来处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平常心是什么 就是无所谓 今天有就有 明天没有就没有 可以了 我已经够了 保持平常心 有了是自然的 没有也是必然的 多把自己看得渺小一点 经常想 就像我这种人 我能得到这么多吗 我现在已经得到这么多了 感恩啊 就像那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小姑娘一样 看到自己拥有了 我拥有了一个家 我拥有了一个工作 我还拥有头发 我还拥有一双看得见的眼睛 哎呀 我很满足了 永远不要去看人家有而我没有的东西 他就永远不会痛苦 这种理念是非常好的 人的心中有三个宝藏 人的心中有三个宝藏 第一是慈悲 每个人心中都有慈悲 第二是智慧 一定要把智慧挖出来 你们说 现在谁笨啊 不要以为别人好骗 只是你没有接触到有智慧的人 第三个宝贝 就是惭愧心 一定要挖掘出来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惭愧的时候 他就进步了 你们知道 惭愧相当于什么吗 相当于一条小船 在河里停着的时候 突然之间 伸出个桨想向前 必须先向后再往前 因为惭愧的意思就是说 我做错了 我不行 我要好好努力 就好比往后滑桨了 你这条船就往前开了 我惭愧啊 我不要得到这么多 谢谢啊 感恩 我今天没有多大的能力 感谢菩萨 让我天天在人间好好地活着 全部都要有感恩心 我有何德何能 我能娶这么好的老婆 实际上 我连老婆养都养不起的 惭愧啊 你就会对老婆越来越好了 慈悲 智慧和惭愧心 是人生的三个宝贝啊 有了这三个宝贝 你什么病都会没有了 你碰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小陈 你老婆现在跟你闹 你用这三个宝贝 马上就能够解决问题 你老婆现在骂你 讲你 你很生气的时候 你先慈悲她 她替你生孩子 很可怜 好了 第二个宝贝出来了 就是智慧 你马上就想 如果我是个女人呢 我也许会吃更多的苦 我是个男的 她生出来的孩子 是我的幸啊 我要感谢她 她是在帮助我 你的智慧来了吧 这样一想 你就会对她好 第三个宝贝是惭愧 我小陈 有何德何能 娶她做老婆啊 我没有荣华富贵给她 她还跟着我 吃了那么多的苦 家里家外都忙 你这么一想 你还会跟老婆生气吗 这三个宝贝一挖出来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你们要好好的利用宝藏 一定要常挖宝藏 就是经常要慈悲 经常要有智慧 经常要感觉到惭愧 要把宝藏不停地往外挖 明白吗 常慈悲 常智慧 常惭愧 懂精进修行 要努力啊 要去除习性 过去 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必须要去除 就是把一块铁炼成钢 钢里面有好钢 造飞机用的都是最好的钢 不容易折断 师父跟你们讲 要去除习性 减少烦恼 每天想一想 我有没有烦恼 远离分别执着 分别心有吗 现在 有没有看见谁不开心吗 不愿意看谁吗 没有 就可以远离分别心 执着 我一定要怎么样 有没有执着啊 我非要骂他 我实在是恨死他了 有没有执着 没有 好 远离了 用外心 开采 内心的宝藏 因为宝藏 一般是埋在心底里的 虽然你的外心会恨 会贪 会愚痴 但是 我往里面挖 挖到后来会发现 我还是很有良心的 虽然我很恨他 我还是原谅他吧 明白了吗 外心不舒服 要用内心的宝藏来化解 这就是 师父教你们 做人啊 师父告诉你们 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非常的重要 常念礼佛大忏悔文 会去除一生中 所有的灾难 一生中有灾难的时候 完全靠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 很多人问 卢台长 我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够了吗 还有人跟师父说 只念七佛灭罪真言 这是不一样的 师父还要告诉你们 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 修心是需要有勇气的 就是说 改毛病是需要有勇气的 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菩萨 我做错了 哪怕跪下来 也是要有勇气的 你就是跪在菩萨的面前 你也是要有勇气的 你修心 改毛病 你不要认为自己有面子 就是要有勇气 我要改掉毛病 下次我就不会被人家笑话 不会被人家看不起了 有什么难为情的 过去小沈 师父讲她一下 嘴巴说 对不起 脸却红得不得了 现在 师父讲她 她说 对不起师父 我真的要改毛病 脸都不红了 自然了 脸干嘛要红 红脸 就是感觉到 大家都在看她 等她对周围 没有感觉的时候 她就是 觉得自己做错了 其他 没有什么 她进步了 她就成功了 很多人死的时候 还要面子 马上盼死刑了 还喊着 二十年之后 又是一条好汉 砰 好汉子 倒下去了 你们知道吗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当着人家的面 就要 争两句 顶两句 好像赢了 可是晚上 一想 不对劲 又跑去 求人家原谅 人就是这么 自作自受啊 人活着 就是要有勇气啊 修心 更要有勇气 一个人要知道 活在世界上 就是吃苦 要勇敢地活下来 也是需要有勇气的 所以 勇气 在雌心中生长 因为你有慈悲的心 你就会 生长勇气 慈悲的心 是什么 年迈的老妈妈 坐在轮椅上 有些人 推着自己母亲 在轮椅上的时候 觉得别人在看她 觉得很难为情 好像 推着自己的妈妈 丢了自己的面子 你想想看 你孝顺地 推着自己的妈妈 都怕别人笑话你 你这个人 哪有慈悲心啊 所以勇气 是在慈悲心中 生出来的 有乞丐 会在马路边要钱 很多人 给钱的时候 都不敢看乞丐 就是把钱 扔下去 就跑掉了 怕边上的人 看到他 你要知道 你是在做善事啊 师父做善事 怎么不学师父啊 师父就是 要给人家看的 让大家看到 这个世界 是有温暖 有感情的 一个修行人的一生 有时候 要像棋盘中的 足子一样 只能向前 不能退后 你们会下象棋吗 象棋中的足子 往前走了 还可以退吗 只有冲上去 没有回头的 只有被人家吃掉 或者他吃掉别人 但是 士兵如果有勇气 他一直往前走 他可以把老将吃掉 这不是人生哲理吗 师父跟你们讲 不能退后 勇气虽然是平凡的 但是勇气造就了智慧 因为一个人不停地努力 他就会有智慧 今天你们学佛 跟着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学 念经 修行 懂道理 你们就会智慧无穷 你们是怎么有智慧的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放弃 你们就是拼命地 学啊学 学到后来 怎么会没有智慧呢 努力一点 怎么会没有智慧呢 你今天不来了 不努力了 没有勇气 学下去了 你哪里听得到 这些智慧啊 要懂得 过去 修行人 受人尊敬 法师剃度 穿袈裟 被尊敬得不得了 大家都供养啊 现在的人 被五欲六尘蒙蔽 所以 没有出离心 就像现在的很多明星一样 企业家老总 什么都听不懂的 某某演员 有什么稀奇的 叫他过来唱 老板 他不肯 给他五十万都不行 那就给他一百万 明天 就叫他过来 好了 明天过来了 要记得 用钱买得到的东西 就不值钱 买不到的东西 才叫古董 无价之宝 一个女人 如果能够 被别人 用钱买去 那有什么值钱的 对不对 过去 有一个军阀 什么都不懂 叫人家篮球队过来 给他表演 听说 这个人很有名气的 让他给我打球看看 这个军阀不知道 篮球是什么玩意儿 看见这么多人 在抢一个球 忙说 停下来 这么多人 抢一个球 成何体统啊 给他们每个人 发一个球 想一想 他不懂 但他有钱 他照样 叫得动你 你就不值钱了 不要被幻网罩住 幻网 就是表面上 看一个事情 好像怎么样 好像很迷惑 你就被他 罩住了 被人家骗了 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合作啊 我告诉你 我马上 要买你 十二状房子 你知道 我们公司 有多大吗 于是 你就被他 罩住了 他还没有 在你身上 花钱 你已经开始 在他身上 花钱了 骗子 都是这样的 什么叫骗子啊 明明他要 骗你的钱 他现在 却说 他的钱 比你的钱 多得不得了 他们有 几十个亿呢 于是 大家想在他那儿 弄点钱 请他吃饭 结果 真要交易时 他连人都不见了 要记住 这个人间 贪 会害死自己的 这是幻网 例如 你相信他吗 他不会这样做 好了 有一丝正念 升起的时候 幻念 马上就没有了 过一会儿 不会吧 他是坏人吗 你自己在骗自己 很多女孩子 经常问自己 他会不要我吗 不可能吧 你看 他对我很好的 你这就是在骗你自己 明明知道 他已经不爱你了 希望你们要懂啊 学佛人 要发出离心 就是说 人间所有的东西 对我来说 都是无所谓的 好了 没有人可以骗你的了 一个骗子告诉你 明天你跟着我去 你会发大财 哈哈 我不用 对不对 不在乎 所以 人要离开 捕着恶事 明白了吗 我ย以为你抖着恶事 知道了吗 我们再次带我去 我 你 不在乱 从与 中 我 要 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